1922兩年多來 在所有的民眾的認知底下 又是防疫專線 也是就醫專線 不然你告訴民眾說 政策沒有公權力 就完全遍入民眾的想法 讓民眾很難接受 1922的功能還是要講清楚 不然民眾真的不知道 把1922到底能夠幫什麼忙 如果連侯市長都不知道 那真的是沒有辦法 陳時中說1922沒有公權力 市長認同嗎? 會不會覺得讓民眾無所適從 1922兩年多來 在所有的民眾的認知底下 就是防疫專線 也是就醫專線 突然你告訴民眾說 政策沒有公權力 就完全顛覆民眾的想法 讓民眾很難接受 所以1922 在這兩年多來 真的一具公權力 進而是顛覆 大家 的認知 所以我希望 這個1922的功能 還是要講清楚 不然民眾真的不知道 打1922 到底能夠幫什麼忙 昨天有講說 1922沒有公權力 但是新北市長 何友宜認為說 這樣的說法 有點顛覆民眾的認知 他還說 不知道1922 這樣打電話過去的話 可以有什麼樣的 幫上什麼樣的忙 那希望可以具體說明1922的定位跟功能 如果連侯市長都不知道 那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可以來個文 我們可以把它講清楚 那第二個 我們1922 我講過 如果民眾需要服務 我們盡量能夠做到位 那大家一起來努力 請教有關於恩恩霸事件 國民黨立委 早上指控並質疑延遲 就診原因中 1922當時因為管不到119 因此中央的1922確實有責任 想請教部長怎麼看責任歸屬的問題 第一個這個1922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疫情通報 及諮詢服務的中心 那這個是從民國93年起來成立的 然後主要他主要他是一個委託民間經營的 我們是發包委外 所以他是不具有這樣的一個公權力 他主要的任務就是疫情通報及諮詢 那記得他是一個發包委外 是一個民間單位 那我們會來在招標 那大家來承辦 那當然承辦的時候會交以一定的訓練 然後訓練的時候像這些有些我們就有一些指引 讓他可以做參考 要不然我一個民間單位來這邊接電話 我到底怎麼樣來回答 那所以大部分他會這樣子 有關於這裡面 在各種裡面 我可能會進電腦 他問的問題 有一些範例可以來答 那另外有一些屬於不同單位的 可能這是勞動部的 可能像現在軍管會的 等等的 他就會直接轉到那個單位平台 讓那個單位來回答 那如果一時之間大家都沒有辦法回答 或電話在盲線 那就已經錄下來 那我們是規定24小時 要來回抠 大概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民間的 就是委外民間 然後做得清楚很清楚 我們在招標的文件裡面 就是那種公開評選需求的說明書 也解得很清楚 這是一個疫情通報 及諮詢服務的中心 那委託民間來經營 這段時間當然大家對每一樣的制度 都會檢討 那我們也很樂意對每一項制度 如果有精進的空間 那我們就每一項一步一步的 把它做得更好 但是剛才講說責任 那就要清楚說他的 責任的範圍就是疫情通報 及疫情及諮詢服務中心 是由民間在經營的 恩恩爸爸在1922的處理上不能接受 我們來看看 以恩恩爸爸 以恩恩症狀明顯 家屬撥打119來看 當時1922第二通電話 已經是在恩恩出現意識不清緊急狀態下 但1922的緊急通報 竟然在168分鐘之後 才通報給新北市的衛生局 這當中毫無作為 今天再次提醒陳時中部長 1922有行政責任 也有行事責任 再講一次 有行政責任 也有行事責任 昨天陳時中部長說 1922 委託民間經營 委託民間經營沒有公權力 我在這裡奉獻陳時中部長 在支持記者會 回答問題前 可能要問問法務單位 要認真一點 我在這裡 編道報告 1922 具有公權力 我們看法令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 將其權限的一部分 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行政程序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 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 以委託外圍內 視為行政機關 視為行政機關 刑法第十條第二項 所謂公務員 受國家地方知識團體 所屬機關 依法委託 從事以委託機關權限 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結論是 1922當然有公權力 他們在執行職務上 也是刑法所稱的公務員 陳世東部長 你錯啦 你錯啦 你搞錯啦 你認真一點 你要問問一下法務黨委的意見 另外 有關 基隆兩歲童 染疫重症 高昭42度 轉院調度 六小時 五家醫院 沒有病床 這個案子 我們經過初步了解 本案在處理過程中 衛福部所屬的基隆醫院 還有基隆市政 有相當的疏失 國民黨團 在這裡要請問 要不要依照 羅秉成 發言的前幾天講的 請行政院 進行相關的行政調查 行政院處理事情 不要搞裝飆 搞一套 依法行政 趕快立案 進行行政調查 最後 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是指揮中心的快訓 截至 昨天為止 累積死亡 高達 3584人 昨天 更高達 211人 抗歷史性高 在這關鍵的時刻 在這關鍵的時刻 政府不好好協調地方政府 做好防疫工作 為轉移防疫不利 防疫失敗的焦點 竟然一再打擊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不但在進行選戰 也進行認知作戰 也在進行認知作戰 抹黑地方政府 非常可惡 非常可惡 超級可惡 國民黨團在此 表達抗疫 也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這個是什麼的政府 這個是什麼時刻 疫情這麼嚴重 這個政府 還在 打擊地方政府 還在執行認知作戰 抹黑地方政府 國民黨團 表達最嚴厲的抗疫 跟證責 這是我們的政府 這個政府這麼可惡 這個政府這麼可惡